通过人工智能 也就是AI手段为视频中的人物换脸的技术 已经从编辑录制好的视频 发展到可以实施动态修改直播画面了 最近网上还出现了一些换脸直播的教程 声称通过相关的软件 换上一张明星艺人的脸 那你用来直播带货的时候 就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 首先要明确一点 那就是AI换脸本身是涉嫌侵权的 根据没法点第10019条的规定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所以只要没有取得明星的同意 在直播当中通过技术手段 把自己的脸换成明星的脸 那就是对明星肖像权的侵犯 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如果换脸直播只是用于娱乐 虽然不涉及到盈利 但也属于是侵权行为 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如果说把换脸直播用到了带货的直播 那么就属于是一种商业行为 这个时候 需要考虑赔偿数额的时候 就会因为侵权人的主观恶性比较大 过错程度比较大等等 使得赔偿的数额会更高一点 同时 在没有公开声明的情况下 就使用明星的脸去带货 会让公众误以为是明星在带货 这个也涉嫌虚假宣传 以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我们说除了消费者 可以引发主张民事赔偿之外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也会对这种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另外 对于那些提供软件和教人如何进行AI换脸直播的 根据民法点滴1169条的规定 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 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AI换脸 平台应该有能力监测和识别出使用了这样的技术 所以也是建议平台可以使用标签去做一些标注处理 也可以对平台内应用换脸软件技术 给予一定的制止和限制 我是律师岳神山 关注央视社会语法 关注律师说